同学们好,我们继续学习第二章的第四节增长率与资本需求的测算 在之前销售百分比法下,我们学习了外部融资额的计算 外部融资额等于A除以S1乘以ΔS 减去B除以S1乘以ΔS 减去可动用的金融资产 再减去S2乘以P乘以E 这是外部融资额 那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是假设可动用的金融资产为0 也就是没有FA了 外部融资额放在分子上 然后分母是销售增长额是ΔS 好,这叫做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 在计算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时 这个表达式当中,我们把ΔS进行约分 那么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就表示为A除以S1 因为第一项的ΔS约掉了 减去B除以S1,第二项的ΔS也约掉了 然后减去S2除以ΔS,我们可以把它推导为E加上增长率 再除以增长率 前面我们讲过推导,同学们可以回看前面的课程 然后再乘以营业净利率,再乘以利润留存率 这是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的表达式 好,以此为基础,我们来开展后续的内涵增长率的学习 内涵增长率很重要,主关题会考察 近年客关题也有所涉及 什么是内涵增长率呢? 也就是只靠内部积累 也就是只靠留存收益的增加而实现的销售增长 此时的销售增长率我们称之为叫内涵增长率 或者用一句话来概括内涵增长率的概念是指 没有可动用的金融资产,且外部融资为零 也就是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等于零 这时候的销售增长率 那么销售增长就会引起资本需求 解决资本需求的方式有内部的可动用金融资产 或者内部的增加留存收益 或者外部融资要么借钱 要么进行股权融资 按照内涵增长率的概念就是 此时没有可动用的金融资产 也没有外部融资 只能靠增加留存收益 这一种内涵性融资方式 去解决净经营资产的增加 这项融资总需求 此时的销售增长 我们称之为叫内涵增长率 那我们要计算一下 在这样的条件下 销售增长率是多少 也就是我们所定义的内涵增长率了 内涵增长率怎么算呢 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叫定义法 就是从刚才内涵增长率的定义描述上 解方程来求出此时的销售增长率 看起来是最笨的 写的最多的 但实际上是最好用 而且不容易出错的方法 所以如果考计算题 让你计算内涵增长率 我们就按照定义来描述表达式 第二种方法叫三连乘法 是从定义法推导出来的 用于分析因素变化 对于内涵增长率的影响 还有一种方法是简化法 表达式很简单 但是简化法是有自己的前提条件的 条件不符合时 简化法是不能用的 所以请注意使用条件 好 我们先来看定义法 这是最好用 而且不容易出错的方法 有两种具体的解答 第一种是方法一 假设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等于零 此时没有可动用的金融资产 另外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等于零 那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个指标了 是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你可以写成A除以S1 减去经营负债销售百分比 B除以S1 减去E加上销售增长率除以销售增长率 也就是E加G除以G 再乘以预计的营业净利率 以及再乘以利润留存率 然后我们令它为零 在这个表达式当中 A B都是G7的经营资产经营负债 来自于G7的资产负债表 S1是G7的销售收入 来自于G7的利润表 预计的营业净利率 和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是我们事先做的估计 也是以至条件 此时另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等于零的时候 表达式里面只有G不知道 这个G就是销售增长率 此时求出来 它就是内涵增长率 这里有一个解题技巧 就是我们可以把E加G除以G 先当成X 然后把它求出来之后 再去求E加G除以G 这时候呢 从求解上就会简单一些 我写字母公式 短一点小一点 让你看得更清楚 那么上述红框当中呢 是文字表达式 这个文字表达式当中 销售增长率 就是我们要求的目标 就是此时的内涵增长率 因为此时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等于零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推导一下 把销售增长率找到 那此时的销售增长率叫内涵增长率 它等于预计的营业净利率乘以预计的利润流存率 在分子上 分母上呢 是净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是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减去经营负债销售百分比 我们计算出的净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因为分母都是营业收入嘛 经营资产除以营业收入 再减去经营负债除以营业收入 那就是经营资产减经营负债 叫净经营资产除以销售收入 然后再减去预计的营业净利率乘以利润流存率 有同学说 这个公司我是不是要备会啊 这是定义法下的公式 你千万不要备这个公式 没有必要 因为这是定义法 你只要知道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的表达式就好了 那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 你令它等于零 然后我们去解方程 然后把计解出来 而且技巧是一加计除以计 你先解然后再去解记 所以这个公式是没有必要记的 但我们教学上我要把它写出来 因为它有用 因为这个定义法的公式 我还能做继续推导 要去找三连程的公式的 但是考试你不需要背这个公式 只要把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的公式 要记住就可以了 好 那么定义法还有另外一种 假设外部融资额等于零 现在没有可动用的金融资产 我们来算一算 销售收入的增加额 外部融资额不就是销售百分比法下 我们要求解的目标吗 那就是ΔS销售收入的增加 乘以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A除以S1 再减去 然后我们令它为0 现在呢 S1知道 然后A知道 然后B知道 现在在表达式当中 P也知道 E也知道 就是ΔS不知道 那我们把ΔS解出来 那ΔS就是销售收入的增加 那现在我们要求的是 此时的销售增长率呀 那增长率呢 就等于我们求出来的ΔS 再除以已知的G7的销售收入S1 此时二步计算出内涵增长率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先看到例题 看一下刚才的知识点的文字表达式 在具体题目当中的运用 某公司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是66.67% 这其实就是A除以S1 经营负债销售百分比6.17% 这是B除以S1 本年计划营业收入是4000万 这已经是计划的营业收入了 假设经营资产经营负债销售百分比保持不变 可动用的金融资产为0 预计的营业净利率4.5% 预计股理支付率30% 求内涵增长率 那假设内涵增长率就是G 我们把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的表达式写出来 那就是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减去经营负债销售百分比 然后再减去一加G除以G 一加增长率除以增长率 因为我们这里假设了内涵增长率为G了 接着乘以预计的营业净利率 再乘以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把已知数据代入66.67% 减去6.17% 减去一加G除以G 然后乘以4.5% 再乘以70% 我们令它为0 表达式当中G是不知道的 你可以把一加G除以G 先当成X求出来 再去求G 或者我们直接等号左右 同时乘以G 然后再一项最后把G解出来 此时G是5.493% 没有可动用的金融资产 也不到外部融资 仅靠留存收益的增加 所能支持的销售增长率 就是5.493%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种内含增长率的计算方法 叫三连乘法 三连乘法主要是用于因素变化对于内含增长率的影响的 但如果题目上给定的条件更适合用三连乘法 比如说给了相应的比率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使用三连乘法来计算内含增长率 根据定义法的结果 内含增长率等于 你看这个式子就是定义法下令外部融资 销售增长比等于零的时候 求出来的增长率叫内含增长率 我们推导出的公式 我之前说你不用背这个公式 定义法下求解方程即可 但这个公式我此时有用 你看内含增长率等于预计的营业净利率 乘以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除以净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减去预计的营业净利率 再乘以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我很强调预计两个字 为什么呢 因为基于现在我去预测计划期的增长率 那计划期的留存收益的增加 那是计划期的销售收入 要乘以预计的营业净利率 乘以预计的利润留存率算出来的 所以注意这是预计的一个口径 那根据销售百分比法 基期和预期的净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是不变的 所以在这个表达式当中 分母的第一项 我并没有加预计 因为加不加无所谓 销售百分比法下 净经营资产除以销售收入 那基期数是等于预计数的 所以基期和预期净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是不变的 那么分子分母 咱们现在同时去乘以 净经营资产周转率 公式很长字就变小了 您留意看一下 现在我分子也乘以 预计净经营资产周转率 上面刚才分子是两项相乘 我现在把预计的净经营资产周转率 给它插到中间去相乘 然后分母 净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如果要乘以净经营资产周转率 它们俩是互为导书的关系 一个是净经营资产除以销售收入 那周转率是销售收入除以净经营资产 二者相乘 等一下会变成一的 然后分母的减项 其实是跟分子一样的 我还是把净经营资产周转率 插在这两个因素连成的中间 然后接着 内涵增长率就出来了三连成的公式了 分子是预计的营业净利率 乘以预计的净经营资产周转率 再乘以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然后分母刚才讲过二者的导书关系了 就变成一减去三连成了 分子是三连成 分母是一减去三连成 那我格外强调 预计这两个字 此时内涵增长率三连成法的表达式 最正确的表达式 就是带预计这两个字的一个表达式 那么这个表达式 也有自己的记忆的技巧的 这个记忆的技巧你有没有发现 你看这个三连成很像我们之前杜邦分析法 那杜邦分析法 传统杜邦分析法 权益净利率可以分解成营业净利率 然后呢 总资产周转率 那内涵增长率呢 是管理用报表下的 所以我们用净经营资产周转率 然后传统杜邦分析法下 第三项权益成数 是代表企业财务政策的 那这里的第三项呢 分红政策也属于财务政策的范畴 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所以带着预计三连成 再分子 然后分母呢 一减去这个三连成 然后就强调一下啊 如果预测年份 我们要预计的这个年份 和基期的年份 三个比率是不变的 首先呢 净经营资产周转率 肯定是不变的 因为净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保持不变 不管是基期还是预期 净经营资产周转率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格外强调的是 如果基期的营业净利率 和基期的利润留存率 就等于预期的话 那么公式 我们可以简化一下 把预计两个字给去掉 用基期的比率 直接带入来求解 内涵增长率 但前提条件是 预测年份和基期年份 营业净利率 利润留存率保持不变 才可以把预计两个字给去掉 最正确的是带预计两个字的 你不要亡了 我们一层一层 是怎么推导出来的 好 所以简化来说 内涵增长率就是三连乘 除以一减三连乘 这三连乘 这三个指标 分别是盈利能力 营运能力 以及财务政策里面的 鼓励政策 就很像传统杜邦分析里的三因素 好 接着我们看隋唐特训的15 提干跟刚才的隋唐14 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提就不念了 现在来求内涵增长率 那我用三连乘法的话 我需要把三个指标找到 首先来看净经营资产周转率 净经营资产周转率 是净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的导数 净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是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减去经营负债销售百分比 而括号里面就是净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了 求导数叫净经营资产周转率 这个数字 基期和预期是相等的 因为我们学到现在一直还是在遵循着 销售百分比法的假设 经营资产与经营负债 与销售的比重保持不变 是稳定的百分比关系 那么三连乘的成绩 预计营业净利率是已知的 百分之4.5 预计的利润留存率是已知的 百分之70 净经营资产周转率 我们已经求出来了 1.653 三连乘的成绩是 百分之5.207 而此时内涵增长率是 三连乘除以一减三连乘 我们也可以得出一样的结果 有同学说 呀好神奇啊 和定义法怎么结果一样 那一定一样啊 因为三连乘的公式 是从定义法的公式推导出来的 表达形式不一样啊 本质都是一样的 好接着呢 我们来看第三种啊 计算方法 叫简化法 简化法格外要强调使用条件 请听我接下来的讲解啊 前提是 营业净利率和利润留存率要保持不变 也就是这两个比率 在预期是等于基期的啊 这是简化法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基期和预期 营业净利率 利润留存率保持不变 另外一句话呢 只是强调一下 进经营资产周转率 各期一定相等啊 不可能不一样的啊 这是销售百分比法的前提 那销售百分比法下 有了外部融资额 然后接着才我们求了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 接着我们才令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等于零 然后求的内涵增长率啊 所以进经营资产周转率 各期一定是相等的 这是销售百分比法的前提 那基本原理是什么呢 假设呢 基期的经营资产是A 基期的经营负债是B 基期的销售收入是S1 G是销售增长率 P是预计的营业净利率 E呢是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那么下期的融资需求是 A减B是基期的进经营资产去乘以增长率 这不就是下期要增加的进经营资产吗 只有增加的进经营资产才是融资需求 因为上期期末的进经营资产 我曾经讲故事第一集 它有融资来源的 增加的进经营资产才需要解决融资问题 那下期的留存收益成为了下期进经营资产增加的唯一的融资来源 那么下期的留存收益等于什么呢 等于下期的销售收入 S2怎么表达的 因为现在知道的是基期的销售收入 S1乘以一家增长率不就是S2吗 然后预期的销售收入乘以预计的营业净利率 再乘以预计的利润留存率就算出下期的留存收益了 那么我们求内涵增长率 内涵增长率的前提是什么 就是融资需求仅来自于留存收益的增加 因此上面两个式子我们令它相等 然后把G解出来就是内涵增长率 好 我们令两个式子相等 A-B乘以G 再等于S1乘以 E加G乘以P乘以E 这是我刚才写的 两个式子令它相等 好继续往下 A-B乘以G先放着 等号的右边 因为这里有个E加G 我们把括号里展开 那就S1乘以E E就不写了 乘以P乘以E 然后呢是S1乘以G 然后乘以P乘以E 好 然后呢我们整理一下 把G解出来 G等于什么呢 分子上是S1乘以P乘以E 然后分母呢是A-B 再减去S1乘以P乘以E 我们前面讲了一个前提条件 是预期的营业净利率 利润留存率和G7呢 是保持不变的 所以这里的P和E 照道理是预期的营业净利率 预期的利润留存率 但是它等于G7啊 等于G7的话和S1 是相同时间口径下的指标 因此呢 S1是G7的收入 这时候把P就当成是 G7的营业净利率的话 那S1乘以 营业净利率 就是G7的净利润 再乘以利润留存率 那就是G7的留存收益的增加 好 然后我们就放在了分子上 分母呢 A-B 是G7期末的净经营资产 A和B 在最开始便捷记忆的时候 我就强调过 经营资产经营负债 是资产负债表项目 是10点数 这个10点数 是7出还是7末呀 我们强调了 A和B是G7期末的 经营资产经营负债 所以A-B 是G7期末的净经营资产 然后再减去 S1本来乘以的是 刚才说的 预期的营业净利率 以及呢 预期的利润留存率 但是它等于G7啊 可以跟S1相乘 然后来计算出G7的 留存收益的增加 和刚才分子的讲解 是相同的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推出了 简化法下内含增长率的 计算公式 就是G7的留存收益增加 除以G7期末 净经营资产减去G7 留存收益的增加 从这个式子当中 你也看得出 G7期末 净经营资产 增加的来源 或者是融资的来源 就是G7留存收益的增加 然后我就要说了啊 如果呢 你预期的营业净利率 P和利润留存率 E是不等于G7的 那么简化法的公式 就不成立了 不能用G7数 G7的留存收益增加 和G7期末的净经营资产 去推内含增长率了 为啥呢 你说就从这页PPT上来看吧 S1是G7的销售收入 S1是G7的销售收入 然后P呢 是预期的营业净利率 我拿今年的收入 去乘以明年的营业净利率 这啥都乘不出来 你是当年的收入 乘以当年的营业净利率 才能算当年的净利润 所以呢 如果预期营业净利率 利润留存率 和G7不相等的情况下 S1乘以P乘以E 什么东西都得不出来的 因为口径不一致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把简化法来扩展一下 总结一下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用简化法 其实说白了吧 如果让你算内含增长率 你就老老实实用第一种 用定义法 肯定不出错的 但是有简化法教材上 那有同学也要用 可能也会考到相应的条件下 这个公式是不是成立 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问题学透彻了 扩展一下来看简化法的运用条件 运用条件一是 已知G7的营业收入S1 三个比率不变 也就是G7的三连成公式 上下同时乘以G7期末的 净经营资产 我们就可以求出 简化法下的内含增长率了 具体的推导如下 这是三连成的公式 刚才说三个比率不变 就是G7和预期 营业净利率 净资产周转率 以及利润留存率是不变的 那么三连成的公式 把预期两个字已经去了 因为三个比率两年不变 那三连成除以一减三连成 然后现在呢 我们分子分母啊 同时乘以G7期末 净经营资产 那分子上啊 我把G7期末 净经营资产乘进去 分母上呢 1乘以G7期末 净经营资产 然后再减去三连成里面 加上啊 插入这个相成的因素 G7期末净经营资产 然后你会发现什么呀 营业净利率 乘以净经营资产周转率 再乘以G7期末的 净经营资产 再乘以利润留存率 你看 净经营资产的周转率 是营业收入 除以净经营资产 然后你现在又乘以了一个 净经营资产 而乘的是G7期末的 净经营资产 所以这时候能算出来的是 G7的营业收入 G7的营业收入 乘以营业净利率 那么就是G7的净利润 再乘以利润留存率 就是G7的留存收益的增加 然后分母上呢 G7期末的净经营资产 再减去 减后面嘛 跟分子一样 是G7的留存收益的增加 当然这是从三连程推导的 你用我刚才的推导方法 也是可以的 把这个公式找到 我们刚才讲 简化法下 这个是怎么来的 这种推导方式也是可以的 但用三连程法 推导也是可以的 那么讲 三连程法推导 是因为此时符合 运用条件 一是符合三连程的前提的 三个比率不变嘛 我们可以来看啊 简化法的第一个运用条件 所以总结一下 第一个条件是 G7的营业收入 S1已知 另外三个比率 不变 然后我们推出 简化法的表达式 然后运用条件2是什么 假设呢 我们知道啊 预计的营业收入2 然后预期数啊 三连程公式啊 上下同时乘以 预期期末的净经营资产 预期期末的净经营资产 等于什么呢 净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这个数字是知道的 G7啊 预期啊 下下期 下下期 都是一样的 因为经营资产 与销售收入的百分比 保持不变 这是销售百分比法的前提 那净经营资产 销售百分比 是净经营资产除以 销售收入 那么我们乘以的是 预期的销售收入 因此可以得出 预期期末的净经营资产 所以我们也许知道S1 但是S2和S1之间呢 是实际增长率 你已经知道S2了嘛 那现在S2减去S1 再除以S1 是一个实际的增长率 然后但是我现在求的是 我知道预期的S2 我基于预期数来看 从预期再往后 内涵增长率是多少 好 那么此时我们得出来的 内涵增长率是 预期留存收益增加 除以预期期末净经营资产 再减去预期留存收益的增加 怎么推导出来的呢 本来内涵增长率 最正确的表达式是 现在你看到的 这个三连成公式 本来就是预计口径下的 预计营业净利率 乘以预计净经营资产周转率 再乘以预计的利润流存率 然后除以1减去上述三连成 分子分母 我们同时乘以预期期末净经营资产 那分子就变成四个因素相成 然后分母呢 1减去三连成的1 你要乘以预期期末净经营资产 然后减后面跟分子是相同的 那么预期期末净经营资产 乘以预计净经营资产的周转率 可以求出来预期的销售收入 乘以预计的营业净利率 那就是预期的净利润 再乘以预计的利润流存率 那就是预期流存收益增加 那分母呢是预期期末净经营资产 抄下来再减去减后面跟分子相同 是预期流存收益增加 那么从预期的口径上 你也能看得出来 下期期末的净经营资产增加的 唯一来源就是下期流存收益的增加 然后要注意公示前后的时间关系 在内涵增长率下 流存收益增加 这是净经营资产增加的唯一来源 所以是先有了流存收益的增加 驱动才有了净经营资产 在后的 所以不要把参数关系搞错了 那内涵增长率呢 我们刚才在两种条件下 推出了两个简化法下的公式 那第一个是 基期流存收益增加 然后除以基期期末净经营资产 减去基期流存收益的增加 或者在预期口径下 预期流存收益增加 除以预期期末净经营资产 再减去预期的流存收益增加 前后关系 流存收益增加才带来了 期末的净经营资产 达到了这样的水平 所以注意一下前后关系 你不要写成基期流存收益增加 除以基期期出净经营资产 那就不对了 一定是基期的期末 所以注意前后关系 好 那么下面来说一个一错点 简化法下 容易出错的点在哪呢 如果知道基期的营业收入S1 我现在也不知道S2 我求的是内涵增长率 S2知道了 那你就知道实际增长率了 S2-S1除以S1 它不一定是内涵增长率 所以我也不知道S2 那基期和预期的营业净利率 和利润流存率也不相等 基期的营业净利率 和利润流存率呢 是已知的 那下一期营业净利率 利润流存率呢 我重新做了规划的 可能要改变盈利状态和分红政策 总之呢 预期这两个比率和基期是不一样的 但有一条 净经营资产周转率 各期肯定是相等的 因为这是销售百分比法的前提 然后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基期和预期 营业净利率 利润流存率不相等 老老实实的去用一开始的定义法 解方程 简化法的公式就失效了 为啥呢 我们计算内涵增长率 最正确的公式 就是预计口径的 是预计三连成 再除以一减去预计三连成 那如果你分子分母 同时乘以基期期末的净经营资产 你能得到什么呢 你得到的是预计的营业净利率 乘以基期的收入 再乘以预计的利润流存率 然后除以基期期末的净经营资产 再减去分子 这样的一个三连成 那你基期的收入 和预计的营业净利率 预计的利润流存率 不匹配 那么有同学说 那我就直接带预期的销售收入吧 我刚才说S2不知道 有同学说 那我S2不知道 你用S1乘以一加内涵增长率 不就是S2吗 好那你可以啊 我可以分子分母 现在呢 都改成预计的口径 分子分母 我刚才同乘的是 基期期末净经营资产 那我现在呢 同乘以预期期末的净经营资产 那么此时 基期的销售收入这里 就可以变成预期的销售收入了 但预期的销售收入 你说不知道呀 不知道有同学说 用S1乘以一加G来代表 那你这样算内涵增长率 结果它的表达式当中 又包含了未知的G 你还得解记 解记呢 跟刚才的定义是一样了 就又让回去了 所以就是强调一点 预期的营业净利率 预期的利润留存率 如果和基期不一样的话 你就不要再用简化法了 老老实实 回到定义法去 解方程 下面我们看 随唐特训的16 我们看看简化法下 如何求解内涵增长率 提干还是刚才的条件 就不念了 但是我这里多一个假设 因为题目里告诉你的是 预计营业净利率4.5% 预计的鼓励支付率30% 那我们假设呢 营业净利率 利润留存率 是和基期相等的 是保持不变的 然后我们来试试简易法 我们先看一下啊 预期口径 预期期末的净经营资产 等于预期的销售收入 再乘以净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是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减去经营负债销售百分比 就是净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你去乘以销售收入 这不就是预期期末的 净经营资产了吗 那预期的净利润 用预期的收入 乘以预计的营业净利率180万 预期的留存收益的增加 再用预期净利润 去乘以一减去预计的鼓励支付率 也就是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算出来126万 好 然后我们用简化法来计算 内含增长率 就是预期留存收益的增加126 除以预期期末的净经营资产2420 再减去预期的 留存收益的增加 计算出来5.493% 和解方程的结果是一样的 那么因为 营业净利率和利润留存率 和基期一样 那我们拿基期数来算一下 那基期的 期末的净经营资产是多少呢 其实呢 这道题一直沿袭了前面的例题的 而基期的销售收入呢 是3000 3000乘以净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把基期期末的净经营资产算出来了 1815 那基期的净利润是3000乘以 不变的营业净利率是135 基期留存收益的增加 再用135乘以不变的利润留存率 算出来94.5 内含增长率用基期数来算 留存收益的增加94.5 除以基期期末净经营资产1815 再减去基期留存收益的增加 计算出结果5.493 你注意一下啊 这道题目 基期的销售收入是3000 预期的销售收入是4000 实际的增长率是33.33%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只是说营业净利率和利润留存率 在基期在预期都保持不变 那我用基期数也行 用预期数也行 我可以算一算 如果企业啊 没有可动用的金融资产 也没有外部融资来源 我仅靠留存收益增加啊 支持 那么能增长的增长率是多少呀 是5.493% 也就是在基期的情况下啊 销售收入是3000 然后没有可动用的金融资产 也没有外部融资来源 那你下期你的这个最多啊 销售收入能增加到多少呢 3000乘以啊 括号1加上5.493% 或者呢 你在下期来计算啊 当销售收入是4000的情况下 再往后发展 没有可动用的金融资产 也没有外部融资来源 那么你的销售增长率啊 是多少呢 那么基于4000的基础上 你再往下发展 那么下期的增长率 就是5.493% 在内涵增长的情况下 那下下期的收入就是4000乘以 1加上5.493% 那基期和预期 因为啊 营业净利率和利润留存率不变啊 因此呢 我用基期的口径 或者预期的口径 用简化法都可以计算出啊 内涵增长率 其实呢 说白了 我是算的是啊 预期口径下的内涵增长率 只不过两个比率不变 我才可以用基期数据 如果营业净利率和利润留存率 预期和基期不一样的话 那现在这页PPT是不可以使用的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一错了 当那两个比率发生改变 你公式无法推出 基期口径下的简化法的公式 好 下面来看一下内涵增长率的几个强调事项啊 第一个计算条件 内涵增长率啊 是管理用报表下的指标 前提呢 我们要区分经营资产 金融资产 经营负债和金融负债 你看在表达式当中 一直讲经营资产 要讲经营负债 我们后面要学可持续增长率 可持续增长率 在管理用报表体系下 和传统报表体系下 都是可以算的 内涵增长率三个计算方法 取数的值应该都是预期值 不是基期值 只是说如果预计的营业净利率 净经营资产周转率 和预计的股利支付率 跟基期相同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基期数去代替计算 接着还要看结论啊 预计的增长率大于内涵增长率 那外部融资为正数 是需要外部融资的 就内涵增长率 你是不需要外部融资的 但是你像刚才的例子当中 你实际基期的销售额是3000 预计的销售额是4000 你这个增长率是大于5.493%的 所以一定是需要外部融资的 如果预计的增长率 小于内涵增长率 那外部融资额为负 不需要外部融资 那预计的增长率 恰好等于内涵增长率的话 外部融资额为0 内部留存收益的增加 这个积累资金 刚好满足了销售增长的要求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内涵增长率的影响因素 会探讨因素变化 对于内涵增长率的影响 所以我说此时 三联程公式就很重要了 你看内涵增长率 等于三联程除以一减三联程 这个三联程 成绩越高 然后这个内涵增长率会怎么样呢 你看啊 这三联程里面任何一个因素增加 成绩都会变大 那他们的成绩变大了以后 分子增加了 一减去一个增加的数呢 分母变小了 所以内涵增长率呢 就会变大 你仔细想想 营业净利率变大了 盈利能力更强了 静静资产周转率变快了 营运能力强了 预计的利润留存率增加 少分红多留存了 岂不是就能支持 更快的一种销售的增长吗 那内涵增长率不就是会增加吗 所以基于三联程的公式 我们来分析影响因素 营业净利率和内涵增长率同向关系 利润留存率跟内涵增长率是同向关系 然后静静资产周转次数是同向关系 因为这是三个三联程里面的三因素 三因素里面任何一个增加 内涵增长率都会增加的 然后鼓励支付率和利润留存率 本身两个是反向关系 所以鼓励支付率增加 多分红少留存了 所以会限制销售增长内涵增长率呢就会下降 那净经营资产周转次数和净经营资产的销售百分比是互为导数的 那净经营资产的销售百分比 其中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和净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是反向 经营负债销售百分比是同向 你不用拿公式推 听我像念绕口令一样听晕了 你用生活经验去判断吗 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就说明每亿元的销售需要的经营资产更多了 你需要的钱更多了 那就会要限制你的销售增长呀 内涵增长率就下降了 而经营负债销售百分比是指 每亿元的销售收入能利用的供应商的信用多了 会减少你的融资需求 支持你更大的一种销售增长 所以是同向关系 强调一下 内涵增长率不是保持资本结构不变的增长率 我们想想在内涵增长的状态下 金融负债是保持不变的 因为没有外部融资 经营负债是自发增加的 所以负债总额在增加 留存收益是逐年累计的 失收资本是保持不变的 权益总额也在增加 但是这两个 经营负债和留存收益的增加额并不相同 因此负债所有者权益并不是同比增长 所以这 此时的内涵增长率下 资本结构并不是不变的 这个扩展一下 好 同学们现在可以暂停视频来做好题大通关的44到48 那这五道题呢 练习的侧重不一样 44题呢 我是希望你再次明确内涵增长率的计算条件 45题呢 借由这道题来练习定义法和简化法 46题来练习三连成法 47题 16年的真题来练习倒球参数 知道内涵增长率来返球某参数 48题是22年新鲜出炉的多选题 来看看影响内涵增长率的因素 因素变化时内涵增长率将会往高还是往低去变化 好 首先44题 下列内涵增长率的表达式当中一定正确的是 A选项 这是我们定义法下推导出的内涵增长率 预计的营业净利率乘以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然后除以进金资产销售百分比 再减去预计的营业净利率乘以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然后B 是在预计口径下 表达三连成除以预计三连成 这个绝对是正确的 我们这是一步一步推导出来 都是预计口径下 就内涵增长率 本质原则上都是预计口径的 好 所以我们从定义式推导出来了三连成 然后又从三连成又推导出了预计口径下的减化方法 也就是预期的留存收益增加除以预期期末净经营资产减去预期的留存收益增加 我问的是一定正确的事 那你就不能选C了 C这个表达是什么时候能用呢 就是预期营业净利率以及利润留存率等于基期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基期口径下用简化法来计算内含增长率 但是它有前提的 不满足前提的话 这个式子是不对的 就不能用了 所以内含增长率最正确的是在预计口径下来进行定义法 三连成法以及减化法的计算 然后45题 练习一下定义法和减化法 企业目前营业收入是1000万 这是目前 这是SE 由于通货紧缩 公司不打算从外部融资了 主要靠调整股力分配政策 扩大留存收益来满足销售增长 也就是只利用留存收益去支持销售增长 公司经营资产经营负债与销售成稳定的百分比关系 A除以SE60% B除以SE15% 下年预计的营业净利率是5% 不进行股力分配 那说明利润留存率是100% 可动用的金融资产是0 然后请你计算一下下年的销售增长率 你看分析一下 没有外部融资来源 仅靠留存收益所能支持的销售增长率 其实让你求的就是内涵增长率 那么我们先用定义法 假设呢 不从外部融资可动用的金融资产为0 那此时是内涵增长率 假设为G 那么用定义法来求 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60% 减去经营负债销售百分比15% 再减去一加增长率除以增长率 乘以预计的营业净利率 乘以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令它为0 把G解出来12.5% 我们也可以 一加G除以G 先当成给X解出来 然后再解G 比如说一加G除以G 已经算出来一个数字了 那么你再解G就容易点嘛 一加G就等于XG 然后呢 一就等于XG减G 然后呢 把G再解出来 那么题目当中啊 没有说营业净利率 净经营资产周转率 利润留存率有变化 所以我们可以用 简化法来计算 净经营资产周转率 肯定是没有变化的 那题目当中没有说啊 营业净利率 利润留存率有变化 那么我们看机器数据 本期的利润留存的增加是 机器的销售收入1000 乘以 预计的营业净利率 也适用于G7 因为没有说有变化 然后再乘以 预计的利润留存率 也是G7的利润留存率 我们算出来 G7留存收益增加是50万 G7期末的净经营资产 是G7的销售收入 S1乘以 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减去经营负债销售百分比 算出来450万 所以内涵增长率啊 就用G7的简化法来算 50万留存收益的增加 G7留存收益的增加 除以G7期末 净经营资产 450再减去G7留存收益增加 也可以计算出 相同结果 好 接下来我们练习一下 三连乘法 那么这道题不仅练习三连乘 另外还要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所谓的增长率 都是销售收入的增长率 而不是销售量的增长率 内涵增长率 它也是销售增长率 是特定条件下的啊 只靠内部融资 所能支持的销售增长率 好 这道题啊 不从外部融资 然后仅靠留存收益 满足销售增长 经营资产 经营负债 销售百分比分别 75% 15% 本年下年营业纪令率都是10% 鼓励支付率都是20% 没有可动用的金融资产 说下年单价下降2% 下年销量增长率是多少呢 这些比率都不变 这道题你用定义法可以吗 你用三连乘法可以吗 当然啊 都是可以的啊 简化法也是可以的 我只是说这道题咱们练一下三连乘 把三个因素找到 净经营资产周转率啊 是净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的导数啊 1比0.6 那营业净利率利润留存率是知道的 三连乘就是10%啊 乘以0.6分之1 再乘以80%除以一减三连乘 我们就求出来了 下年的销售收入的增长率 此时就是内涵增长率是15.38% 你说我可以直接选个15.38%吗 不行 因为题目问的是销量的增长率 单价下降了 那销量呢 增长率要高于这个15.38% 才能让销售收入的增长率啊 保持15.38%的 好 所以此时我们假设G7单价是P G7的销量是Q 我们现在要算的是下期的销量 在G7销量Q的基础上增长率是多少 好 那么G7的单价P有了 G7的销量Q有了 那么下一期的单价是P乘以1减2% 因为单价下降了 下一期的销售量是G7的Q乘以1加上销售增长率 那么这个式子表达一下 那就是下期的单价乘以下期的这个销量 不就是下期的销售收入吗 那下期的销售收入是多少呀 是G7的销售收入 PQ乘以已知的销售收入的增长率 此时就是内涵增长率嘛 PQ乘以1加上销售收入的增长率 就是内涵增长率 我们刚才求出来的 好 这时候呢 把销量的增长率解出来 17.73% 所以这道题关键就在于啊 第二章内涵增长率啊 可持续增长率 指的都是营业收入的增长率 营业收入是单价乘以销量的结果啊 你不要把增长率理解成是销量的增长率 好 接着我们看16年的这道题目啊 要倒求参数 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70% 经营负债销售百分比15% 营业净利率8% 没有可动用的金融资产靠内涵增长啊 去支持销售 然后现在10%是此时的内涵增长率 问你鼓励支付率是多少 内涵增长率都知道了 反求其中的一个参数 我们用定义法来描述啊 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减去经营负债销售百分比 再减去一加增长率除以增长率啊 已经知道内涵增长率了啊 然后乘以营业净利率 再乘以利润留存率 就是一减去预计的鼓励支付率 然后我们令它为零 把鼓励支付率求出来 37.5% 当然这道题 我们也可以用三连成的方式 那三连成的话 我需要知道营业净利率啊 营业净利率是8% 然后呢 乘以啊 净经营资产的周转率 是1除以百分之70减去百分之15 是净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的导数 然后呢 再乘以啊 利润留存率 那利润留存率呢 其实就是 1减去鼓励支付率 1减去我们要找的这个X啊 那分子三连成有了 然后分母呢 是1减去啊 上述的这个三连成 然后嘛 就等于10%啊 你把鼓励支付率X写出来就可以了 那这里呢 也有个计算技巧啊 1减去鼓励支付率 你可以先当冲X啊 求出来 或者说我先求利润留存率 求完利润留存率以后 1减利润留存率 不就是鼓励支付率了吗 所以你用三连成也行 用定义式也行 倒求参数啊 好 接着22年的多选题 假设其他因素不变 下列变动会导致内含增长率提高的是 我其实真的可以不用公式 你用生活经验啊 你来判断一下 预计营业净利率增加 说明盈利能力强了 说明留存收益啊 就会增加了 因为其他因素不变嘛 其他因素不变的话 营业净利率增加 你的利润留存率不变的话 留存收益增加 那说明内源性融资多了 不就能更能支持销售增长吗 所以A是对的 那A要对B就不对了 鼓励支付率增加了 利润留存就少了 内源融资少了 会限制销售增长 B就不选了 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增加 随着销售的增加 经营资产增加的更快 占用的钱就更多 需要更多的钱 这样的话会限制你的销售增长 C不选 经营负债销售百分比增加 亿元销售所带来的供应商的信用更多了 会减少资金需求 然后支持更快的销售增长 所以D是对的 A和D正确 但我解析里面 我可以根据三连城的公式 然后来判断 那么根据三连城的公式的话 三连城当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增加 然后都会导致内涵增长率增加 所以营业净利率增加 内涵增长率就增加了 鼓励支付率增加 预计的利润留存率降低 那内涵增长率就会降低 经营资产的销售百分比增加 经营负债的销售百分比减少 会导致净经营资产的销售百分比增加 使净经营资产的周转率降低 内涵增长率降低 反之内涵增长率增加 所以C错 D对 你也可以根据三连城公式去判断 但是此时生活经验是更好用的